上班迟到 业务酒驾 撞死保全 监视器拍下 白色轿车往前冲撞 一名男子当场被拈过 案发地点就在台南上话区 28日清晨 30岁的郭信驾驶 和朋友喝完酒后开车 结果却失速往路边偏移 拈过在公司门口扫地的保全 拖行2到3公尺 一直到撞上路边的轿车 才停下来 但恐怖的是 就在轿车拈过保全时 原来他在撞上保全前 先撞毁消防栓 国限驾驶酒侧高达0.75 严重超标 他工程是因为怕上班来不及 才会冒险酒驾 现在一条宝贵性命 就在他的冒险之下消失 实在是太可恶了 动新闻综合报道